好,5月2号开始将会有七场中华职棒例行赛 移试到花莲来举行 为了永续旅游也力挺职棒 推广花莲好山好水 花莲县政府推出 只要民众在花莲任一个景点拍照打卡 就可以换取当天的球票来看棒球 喜欢棒球的民众不要错过了 中华职棒例行赛 5月将有七场移试到花莲举办 5月2日至5日由统一7-11师主场 5月19至21日则由未全农主场 除了招待县内弱势团体 基层棒球球员 引法足道场观赛 结合运动与观光 推出景点打卡兑换票活动 市民热血职棒月一起玩花莲 同时hashtag花莲县政府挺职棒 即可兑换当日球票 因为即将下礼拜开始 我们一年一度的中华职棒 就要来到花莲热闹的开打了 我们从下礼拜的5月2号3号4号5号 还有19号20号跟21号 总共有七场 所以在这边要结成的欢迎 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 不管是大朋友或是小朋友们 都能够一起来参与 来参与我们的一个棒球的一个盛会 所以我们这次的对票活动 只要先扫描这边的QR Code 然后进行一个网路的 一个申请对票的一个方式 或者是说可以到现场排队 来进行对票 那只要在花莲的任何一个景点 拍照打卡 然后同时用线上搜寻票券的方式 同时再申请一个序号 就能够兑换所有的一个票券 那但是请所有的乡亲都要特别的留意 我们兑换票券 只能够兑换当天的一个场次的一个票券 那我们每一位民众都可以 个人的一个申请一张的一个票券 那同时我们一个人 最多我们也可以在外加申请四个小朋友 所以总共一个大人 可以加上四个小孩 总共五个人 花莲幸福教育处表示 活动当日持打卡画面现场排队换票外 即日起也可先上网登记 取得对票序号 在于比赛当日持序号与打卡画面换取球票 每人献索取一张 每位大人顶多携带四名儿童 花莲幸福提醒 每日线上申请限500张 现场换票900张 喜欢棒球的民众不要错过 记得蒋帮远 花莲师报导 不吝点赞 位置数换票 特账 能不能够账 能不能够账 请頂历 位置数换票